教宗本督十六世 Twitter account 浪上 12月12日發布第一條有關信德的Tweet 湯漢書姬發表信德連目函 基督徒合一講座 鼓勵教徒效法聖母 歡迎收看教會透視愛你的主持張家安 由12月3日起 所有人都可以在Twitter follow 教宗本督的官方用戶名 At Pontifex 教宗將會在12月12日的公開接結活動中 發布第一條Tweet 主要是回應透過Twitter向他發問的信仰問題 教宗的Tweet將會以8種語言發布 包括阿拉伯語 《教廷傳訊報》就形容教宗的Tweet是 真理的火花 有人懷疑教宗如何把信息縮減在140個字母符號以內 而事實上教宗指出 藉著精簡的短訊都可以培養深刻的靈性 就好像閱讀聖經的章句一樣 而在公布Twitter account名三日之後 就有超過70萬人關注教宗 如果希望在Twitter向教宗提問 就可以把問題傳到Hashtag AskPontifex 湯漢書記在12月1日發表《信德年》目函 主要是分享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感受 和教導教友如何去善導信德年 書記提到 每次被問及對這次主教會議的感受時 他都會用美妙、困難和可能這三個形容詞來描述 美妙是指主教會議顯出天主教會的自一和志工精神 困難是指現今世代教會正受到俗化主義、物質享樂主義 和漠視倫理道德的態度的挑戰 可能是指申福傳的申志著重於對內向教會再福傳 然後對外將信仰傳遞給其他人 書記提出七項建議作為教區對信德年的指引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基督轉化我們的生命 恆常祈禱、團結教會、學會謙信 採用新科技來福傳 和向社會作出生活見證 最後,湯書記也提醒我們要善導信德年 也即是要重溫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文獻 和天主教教理 深化自己的信仰 遵而將信仰帶給尚未認識主耶穌的人 也把疏來信仰生活的教內兄弟姊妹引導教會 在十一月尾,在香港一個基督徒合一講座中 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神學教授 鼓勵基督徒要多些效法聖母馬利亞的信德 這個講座的主題為 再合一路上的馬利亞 天主教聖神修院神節學院教授邝麗娟修女說 聖母是完全將自己交託給主 藉著聖神的庇佑成為聖三自我空虛的畫像 馬利亞是人,不是神 但她是整個救恩史中最完美的得救者 另外,她亦提到聖母無掩原罪的本質 香港聖工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牧師認為 有需要為聖母馬利亞平反 因為在宗教改革後 某些獨立教會由於不了解聖母 而貶低了她的地位 其中一個產生誤解的原因 就是教育方面的問題 以以俄傳俄的方式 令到信息更加不清不楚 而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歐可恩博士 就分享了五秦中派的信仰觀點 指出五秦中派反對天主教過度崇拜聖母 認為聖母是不能為教徒轉土 但歐博士認為聖母顯現的事跡 是值得五秦中派重新考慮對聖母的定位 而在達問環節上 信義中神學院的戴浩輝博士說 《寄讀新教對聖母馬利亞有所虧欠》 認為華人教會對此秘宜不談 是使合一工作更為困難 這次教會透視報導完畢 多謝收看 下次再會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